当今世界的海军大国 或多或少都得有一两多航母撑撤场面 当然只是撑撤场面而已 比如俄罗斯的航母就长期我命在床 英国的航母连一个满边的舰载机都凑不出来 还天天漏水 八国的航母一如既往是世界最慢 至于世界级强国印度的航母 所以说 目前全世界真正能把航母玩出战斗力的国家就两个 一个是美国 11艘航母 全世界常驻3-4艘跑任务 战斗力还是相当有保障的 然后是中国 尤其是最近 中国辽宁号和山东号两艘航母 在演习中给美国人打了个措手不及 辽宁号对关岛进行了模拟打击演练 山东号对美国航母进行了模拟打击演练 就美国人的推演结果 由于中国的这次打击 美国在东亚地区将会失去 至少两个航母战斗圈的核心战力 白切现在是核平年代 就要放在局部战争时期 这样的损失 足以让任何一个美国总统下台了 也正是因为中国航母展现出的强大战力 俄罗斯人产生了一个有趣的想法 那就是从中国把辽宁号重新买回来 当然这个事情俄罗斯不是第一天想了 只不过 之前一直那么想的是俄罗斯民间 这次则是俄罗斯官方首次发出这种声音 本次提出该建议的是 俄罗斯国家杜马远东和北极问题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谢尔盖卡格诺夫 他所考虑到目前俄罗斯海军的现状 以及中国航母展现出来的战斗力 希望俄海军想想办法 能从中国把乌克兰出售给中国的瓦良格号航母 给买回来 并将其改名为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号 作为黑海舰队的旗舰使用 以增强俄罗斯在地中海区域 应对北约海军时候的战斗力 这次让俄罗斯官方产生心思 主要还是因为 辽宁号的战斗力太让人心动了 目前辽宁作为中俄联合舰队的旗舰 从西太平洋返回 根据美国和日本的侦察 辽宁号的舰载机日出动率相当惊人 达到了和尼米兹基航母一样的水准 这件事情非常厉害 要知道 尼米兹基航母作为核动力弹射起飞航母 在起飞效率上 相较于辽宁这种滑越式起飞航母 是占据更大优势的 辽宁通过自己的甲板设计和航母 操作人员的熟练度 硬生生把滑越式起飞航母玩成了弹射式 这种战斗能力谁都不敢想象 而且在本次远航之中 辽宁号一度接近到了 美军关岛大约500公里处的海域 搞得尼米兹号航母直接中途退出 和日本的联合演习率领编队连野南下支援关岛守军 放在真正的战场上 这就意味着 美国方面由于受到了辽宁号的压力 放弃日本盟友直接从战场撤离 转移到关岛自保 由此可见 虽然辽宁是一艘华越式起飞航母 这真实战力绝对不容小许 也正因如此 俄罗斯坦才想把这艘航母买了回去 辽宁号是瓦良格改装来的 而瓦良格就是库兹聂索夫的魅舰 库兹聂索夫能吃几碗干饭 这个俄罗斯人自己还是知道 别说现在天天起火就不起火 俄罗斯人也想象不出来 库兹聂索夫能达到你你自己起飞效率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的 而现在辽宁号经过我们大规模的翻修重建之后 竟然能做到这种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样他们对中国是如何改造辽宁号这件事情 产生了巨大的好奇心 然而了解中国的改装方式 和辽宁号内部结构到底有什么运动力系统如何 以及航母人员如何配置 运气好一点 他们甚至想动手把干船屋里面趴着的库兹聂索夫改造成第二个辽宁 这样俄罗斯海军就能拥有两个尼米茨基的航母 怎么强大的双航母编队也不在话下 只不过事情真的像俄罗斯人想的那么好吗 首先第一条 中国自己航母不够 时间截至到今年年底 我最多不过刚刚入列三艘航母 自己还不够用 还云给俄罗斯一个根本不可能 其次 辽宁号改造之后 早就不是库兹聂索夫了 只有龙武还是 整体设计经过巨大的重新翻修改动 里面牵扯了不少中国的航母机密 说句不太好听的 就俄罗斯的情报保障能力 如果真的让辽宁落到俄罗斯手里 那恐怕跟落到美国手里也没啥区别了 估计美国甚至会不惜牺牲一部分潜伏在俄罗斯境内的特工人员 也要把关于辽宁的情报带回美国 然后就是俄罗斯自己的问题 首先航母族部其实是什么呀 舰载机呀 那俄罗斯现在苏33舰载机生产线早崩了 能飞的就12架 新的米格29K舰载机本身有巨大切线 以至于印度人用了兜摇头 直接从法国买这封M 就算是你苏33生产线还完好 但它性能也不是那么强 至少比我国的这个歼15有不少差距 而且现在俄罗斯造船工业也没有衰退 目前他们能造的大型水面战斗舰艇 还是22350型护卫舰 其排水量连5000吨都没有 这样的造船能力 就是把辽宁号买回去了 也无法实现对该航母的维护和保养 只能当大号海军机箱物 除了中国的原因之外 媒体还爆出了巴基斯坦官员层言 巴海军将在2042年装备自己的第一艘航母 有人推测2042年 中国第七艘航母大概率进入海市 届时我国很有可能把辽宁号转任给巴基斯坦 从印度压上是印度制造压力 总之辽宁号中国大概率不会卖 卖了也有可能卖给巴基斯坦 俄罗斯人想要航母最好的办法 还得是自己研究 或者来中国下单造船新的 也不是不行 就看俄罗斯人能不能拉下这面子了